吴尼朗 米虎米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先为一开始带大家来关心到的就是 花莲宪议会11号的上午 进行了定期大会的宪政总质询 那么首先是由宪议员邱光明来质询 肯定青年住宅工程获得国家卓越建设奖 但是交屋的时纯一改再改 也要求花莲宪政府要把交屋进度说明清楚 花莲宪议会第十九届第五次定期大会宪政总质询 11日上午进行 首先由宪议员邱光明进行质询 指出兴建过程风波不断的青年住宅终于完工 但交屋时辰一言再言 造成外界诸多联想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政绩 而且照顾到我们花莲宪的青年 能够在金额很少的情况 能够入住一个新的房子 但是我们现在后续还有很多要我们政府来帮忙的 包括以后的管委会的成立 以及我们以后游泳池的管理 还有幼儿园的成立 刚刚县长有承诺 游泳池是由花莲宪政府来管理 幼儿园也是由我们花莲宪政府来管理 而且还要在我们大汉技术学院里面增加一个幼儿园 这个是现场的心意 我们真的会感谢他 因为他有想到我们住在809户里面的这些青年 小孩怎么来上学 还有我们809户因为停车位 只有370个位置而已 那本期在第一个会期的时候 就有建议我们县政府 在我们大汉就是前面 有一块地是公有地 也是县政府的公有地 来请我们县政府能够规划在那边 来作为停车场 因为是整个这个809户最近的这个公有地 而且它的土地有一千多坪 能够建起来的这个停车位应该可以容纳在四百多位的这个停车位 这个我们县长也督请我们这个建设处 尽数来规划来找一些这个经费 来赶快把这个停车场能够规划起来 还有因为进入的800多户等于是一个新的村 因为我们以后新城乡会多一个新秀村 那人口也会好几千人 那交通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交通如果要交通能够顺畅的话 因为光靠一个台九线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三十米路 常常在堵车 这本习建议我们花园县政府 能够在我们花九线 从这个民友街 一直通到中山路的三段 能够接到我们这个花园市的中山路 这一关路因为路况目前是不很好 但是而且它路有好几个地方 非常窄 而且也有能够要回转的地方也不容易 那我请我们县政府也有找一些经费 要尽速把这个花九线能够把它整理出来 该扣宽的地方扣宽 该能够把路做得非常漂亮 可以给我们这个809户 以及我们北谷地区以后的人口的出入 以及我们北谷这边一个平交道 平交道因为在这边常常大排长龙 因为铁路局在这个北谷平交道的这个上面 常常在那边吊车 而且它那个铁路上有七股 有七股的火车 所以路况非常宽 一些年纪大的都经过这个地方也非常危险 那我也请我们建议处能够规划 因为花冬快 因为政府有规划整个花莲台东能够做铁路的快速 那也顺便是不是请我们花莲县政府 能够把这个路能够规划进去 再纳入我们这个花九线里面的工程 那这样的话 如果平交道改善以后 那我们花九线在有收 比较夾骰这样扣宽以后 我们整个路会非常顺通 而且北谷地区的出入花莲市多一个选择 还有就是我们193 从0K到7K 已经环平了 已经将近三年了 但是在五月份 已经有一段路程 已经开始开工了 那我因为交通部也核准 我们八亿七千万 那我们都取建设处 赶快能够花包 把193赶快能够扣宽 能够给我们北谷地区 再有一个选择的路 那以后如果说我们 北谷地区的人口增加非常多的话 有三条路可以出入 一个193 还有一个台九线 还有一个花九线 记者长方言 好连事报导 有关来哦 不怕